今天这一开场又是一首诗 可怜天下父母心 咱们生活当中是经常听经常说 但是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上下句吧 对吧 也没有人在意他是谁说的 反正就是用嘛 哎 这句话其实是慈禧说的 您没听错 就是清代末年的那个西太后慈禧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 祝母受慈 是他专门写给母亲祝寿用的 生活当中啊 咱们有很多的耳熟能详的句子 可您都知道那是谁说的吗 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这些句子 您绝对想不到是谁说的 就刚才这句啊 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徐志摩 我刚刚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那经板第一反应也是 装什么徐志摩呀 是不是啊 但实际上这句话谁说的呢 毛主席 我们伟大的毛主席 在我们印象当中 毛泽东的诗句呢 是很豪放的感觉 对吧 比如说青园春雪 西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稍训风骚 一带天骄成吉思汗 只使湾宫射大雕 聚王矣 输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你看怎么样 多豪放 是吧 但是毛主席呢 也有非常文艺的那一面啊 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 毛主席就说出了这一句 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再来一句 你以为我刀枪不入 我以为你百毒不侵 这句话怎么样 听起来像不像十年前 QQ空间里面的那个 心情说说 是不是略为有点沙马特的感觉 这句话可不是毛主席说的啊 这句话就真的是 徐志摩说的了 我觉得如果放在今天 徐志摩的才华 应该绝对能够迷倒 众多中学生的 咱们顺着这个 男墨女类的风格 往下继续啊 还有一句话叫 天若有情 天亦老 哎 这个是唐代的一首诗 这个诗的名字叫做 金童仙人慈汉歌 作者是唐代的李赫 咱们来听一下全文 全文是这么写的 帽林流浪秋风客 叶文马斯小无忌 画篮桂树玄秋香 三十六宫土花壁 卫官千车纸千里 东官酸丰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 一军清泥 一军清泪如千水 摔篮送客咸阳道 天若有情 天亦老 蝎盘独出月荒凉 未成遗远 波生肖 哎 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天若有情 天亦老 就是说 倘若上天也有感情 也会随着岁月 蹉跎而老去的 形容强烈的伤感的情绪 也指的是自然法则 是无情的 这句话 就被引用的多了 你比如说 宋代欧阳修的这个 简子木兰花 商离怀抱 天若有情 天亦老 元朝的元浩问的 蝶恋花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世间原止 无情好 再比如说 毛主席的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当中 也有这么一句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人间正道 是沧桑 还有很多的诗人 都引用了这句话 那在这 咱们就不一一的说了 从宋朝到近现代 都有引用这首诗的 有很多 你还会觉得 听起来特别熟悉 当然你要感兴趣的话 依然可以在我们 绝尔公众号当中查看 您回复 诗词 就可以查看了 再来一句 叫春宵一刻 值千金 这句话熟吗 我们经常在网络上 影视文化 文学著作里面 都能看得到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一句话 其实是被大家误解了的 听到这一句话 恐怕大多数人想到的 可能是男女共度春宵 或者是洞房花竹夜 春宵一刻 值千金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来听一下这首诗 这首诗是出自于宋代苏氏的春宵 那本来的诗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春天的夜晚 极短的时间 所以十分的珍贵 花儿在夜里边散发出 丝丝缕缕的清香 然后月光在花儿下头 说出这个朦胧的阴影 在那个楼台的深处 有些富贵人家 还在清歌漫舞 夜色当中 泥漫着这细细的歌声 还有管乐声 只是夜已经很深了 庭院里的秋千不再摆动 四周 这才真正的恢复了一片寂静 这一看 大家都知道了 这里的春宵 其实指的是春天的夜晚 一课是什么呢 计时单位嘛 通常用来比喻时间短暂 你比如说 白居易的长恨歌当中也有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还要那么一句 春宵一课 万金难夺 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春宵啊 春天的夜晚一课 就是一个计时单位 课中一课中 诶 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春宵 好像就变成了 专门指男女共度 或者是洞房花烛一夜的了 诶 哎呀 这个 时间久了呀 自然而然的 也就成了约定俗成了 你要真去揪其具体由来 恐怕 这也没什么 可考证的依据 所以咱也不必要 去叫这个汁了 反正咱们知道 苏氏的真正意思 啊 就可以了 咱们再接着往下说 这一句 进水楼台 先得月 这个比喻的是 接近某些人 或者事物 抢先得到了某种利益 或者是便利 对吧 我们生活当中呢 也经常 说这句话 也用这句话 那这句话的出处呢 是宋代的苏林 啊 这个麒麟的林 您可能要问了 那他和苏氏 有什么关系吗 我只能回答你说 没什么关系 反正这样两个人 都姓俗而已 啊 但是 他和范仲淹 还真就有 那么点关系了 相传这个范仲淹呢 他任杭州知府的时候 城中文武百官 大多都得到过 他的推荐提拔 受到过 他的关心帮助啊 对他都是 很是推崇的 唯有这个苏林 他在外县担任巡检 就不在杭州城里 所以说呢 就没得到什么照顾 有一次那苏林有事 就来了 来杭州了 你说那能不见一见 这个范仲淹吗 哪怕就是混个脸熟呢 是不是 但是见了面说什么呢 太直白了吧 你还不好说 直白的说 你老范啊 或者范老啊 您看 您都提罚了那么多人了 是不是顺便也能提些提些我呀 你说这话 好说不好听 不是吗 这确实也不好说 面子薄 那怎么办呢 得 我把意思 寄于诗中 于是乎献尸一首 其中有这么两句 便是进水楼台 先得月 向阳花木 亦为春 范仲淹一看 那能不明白吗 于是 便征选了苏林的一些意见 和想法 满足了一些他的需求 这后来呢 人们就把这个进水楼台 先得月这句话 作为了人事关系比较接近 因而 异于得道方便 这么个意思 也可以简单的 就归结为四个字 进水楼台 至于苏林当时写的全诗 似乎好像并没有完全的留下来 在流传当中 异为春 也常常被写作为 早逢春 就是你说 进水楼台 先得月 向阳花木 早逢春 也行 哎 既然说到了范仲淹 咱们接下来再说一首 范仲淹的诗 善事门人 一派青山景色幽 前人田地 后人收 后人收得 休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这个里边的 前人田地 后人收 咱们生活当中也经常使用 表达的意思呢 但是就是说面意思 很浅显一懂的 说到前人 前人 咱们说一位谁呢 说杜甫吧 唐代大诗人 语不惊人 死不休 这也是咱们生活当中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句话 对吧 这句话可不是什么 网络语言啊 他正是杜甫的诗句 这诗也挺长 是这么写的 为人性辟 单家俱 语不惊人 死不休 老去诗篇 魂慢性 春来花鸟 莫身愁 新天水溅 公垂调 故着福察 替入周 焉得私如 桃蟹手 另取续作 与同游 哎 这个什么意思呢 大概给您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呀 我这个人 为人性情比较孤僻 最心于做诗 写出来的诗句呢 一定要惊人 否则 那就不肯罢休 到老来了 做诗 还是很平庸 我就不用再为春花秋鸟 去增添仇怀了 前不久呢 门前修了个水溅 供锤吊之用 有时候呢 乘上木筏子 也可以当做小船来用 哎呀 真希望能够找到 陶渊明和谢灵运 这一类人当朋友啊 跟他们一起吟诗 同游山水 那才好呢 这么一首诗 要说诗人厉害呢 几句话表达了 这么多的意思 而其中的这一句 语不惊人死不休 后人通常都是引用为 对于自己写作的 一个严格要求 现在很多时候 使用这个词啊 多数是形容语出惊人 说话的人 使人感到很惊讶 别人未曾想到之类的 得 今天的节目啊 跟大家说了一些 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的句子 说了说他们的出处 我呢 暂时也就想到了这么多 如果说你也能想到一些 您可以在评论区当中 给我们留言 很多朋友啊 大家会儿都可以看到您的评论 您的留言 哎 我发现特逗一事啊 就这网上啊 基本上外国名言 那都是沙尔比亚说的 古代名言都是李白说的 民国的名言都是鲁迅说的 现在的名言 那都是马云说的 估计这老几位 肯定也正犯嘀咕着呢 我这一天天 我说过那么多的话呢 没事啊 就多看看书 别跟金宝似的 心里边啥事不装 脑子空空如也的 是不是 行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